各位家长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来到多伦多妈部落空中课堂的直播间 今天是周五啊 很高兴也非常感谢各位家长 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来跟我们一块儿 共同度过一个学习的夜晚 多伦多妈部落是加拿大最受华人妈妈喜爱的 亲子生活资讯服务平台 那我们的平台呢有公众号多伦多妈妈部落和加拿大父母帮 我们有近八万的粉丝 我们平台还有同名的网站 3w妈妈部落.ca 还有60多个妈妈社群 还有小红书视频号Facebook 我们很多的这个渠道每天都在推送着 有用的这个资讯来帮助我们的华人家庭 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关注 和喜爱非常感谢 那我们每个月呢也会跟我们的合作机构 来合作这些公益的讲座 也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家庭 更幸福的生活 更好的养育我们的孩子 那我们今天呢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爱币课程 那在加拿大呢 越来越多的华人家庭 就读爱币和这个AP的课程 那尤其是读爱币课程的孩子呢 也越来越受名校的这个青睐 那么什么是爱币课程 爱币课程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 爱币呢适合什么样的孩子 哪些学校设立爱币课程 如何报考爱币课程 爱币课程考什么内容 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合作机构 雅典娜教育的校长肖老师 那肖老师呢是布鲁克大学的教育硕士 具有多年的这个教学的经验 学业规划经验 专注于爱币的考试分析 善于帮助孩子进行爱币考试的前期规划 那我也知道啊 这个雅典娜教育呢 这两年这个pre-Ib的这个培训班的这个成绩非常不错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听一下肖老师来讲一讲这个爱币的主题 我知道大家肯定带着很多的问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问题呢 在讲课的过程中留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 那在一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请我们的肖老师讲座完之后再进行答疑 那还是老规矩啊 我们在chatbox里头敲衣 表示对我们肖老师的一个欢迎 感谢肖老师 那我推出您来分享您的PPT啊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首先谢谢大家对我们雅典娜教育的支持 和我们合作机构多伦多妈妈部落对我们的支持 然后今天很荣幸能带到 来到这个讲堂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对于一个Ib考试背考的一个分享和一个经验分享吧 然后我们雅典娜教育呢 就是从2016年开始 每一年都有就是送我们的学生去参加Ib考试 每一年的成绩都是非常的喜人的 然后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这个讲座给大家 因为有很多的妈妈都非常喜欢就是说就是对于Ib有或多或少的了解 那么他们可能就是说对于Ib也非常有兴趣 所以他们希望孩子呢去参加这个Ib的一个入学考试 那么我们呢就是说针对这个入学考试 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经验 首先谢谢大家 然后我来我先看打开 首先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今天其实是在进行一个Ib入学考试 尤其是七到八年级的孩子 被考的一个经验交流 主要是我们就是说我们的一些经验 然后呢 首先我们今天会主要讲一些什么内容呢 第一个就是什么是Ib课程 然后呢 我们会挑选就是Ib课程 他所在的就现在加拿大有很多的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就是提供Ib的课程 那么我们会挑选其中最突出的最有特色的这三个学区 来具体讲一下这些Ib课程的就是具体的一些情况 例如哪些就是像多伦多教育局 约克区公立教育局和那个约克区天主教教育局 哪些学校设立了Ib课程 然后Ib课程的话是按区划分录取的吗 很多家长有这个问题 然后如果学生不在本学区或本学校的范围内 如何去申请这个本校的Ib呢 或者是Ib的申请有哪些要求需要哪些材料呢 什么是Ib的入学测试 然后在比如说去年COVID-19的情况下 那Ib入学测试到底考了些什么呢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广告 雅典大教育如何帮助孩子准备Ib入学测试 然后呢之后之后的话 首先我们会来说一下什么是Ib课程 说Ib课程的全称呢是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它是一个国际文凭组织 也就是IBO开设的一个课程 它并不是说是加拿大本地的一个文凭 那么现在目前就是说加拿大所提供的 尤其是安审它是允许就是这个IBO组织 在这个本区域里提供这个Ib课程 并让孩子如果在毕业的时候 同时获得Ib的一个certificate 和一个就是安审的高中教育的一个certificate 那么它其实是一个国际高中文凭 然后它的Ib课程它是着重训练孩子们的思维能力 和逻辑能力的 它会帮助孩子更快的去适应大学的生活 有一些Ib课程的话 不是有一些就是说 Ib课程有一些部分 是会可以就是抵御大学的一个学分的 因为Ib教育采用的是国际标准 因此就是也就是说孩子 他在获得Ib的证书之后 学生可以直接进入比如说英国的大学 或者是部分美国的大学 或加拿大大学都入读 安审公立学校的话 安审的公立教育Ib课程 主要是在11和12年级成为正式的Ib课程 它会是在8年级的时候进行入学的考试 然后9年级和10年级 所有的这个就是孩子进入了这个班级 它叫pre-Ib的这个班级 然后到了11年级和12年级的时候 才是正式进入到Ib的课程 这个课程与其他的课程是不同的 Ib课程是一个单独的课程体系 是与普通的课程是区分开来的 可能不像是比如说有一些孩子 他可能AP课程 他可能之前他没有进入到AP课程里面 但是因为老师的推荐 或者是老师的一个帮助 他最后进入了比如说AP的Science 或者是AP的Math年读 但是Ib课程就是说你如果 就是孩子如果是就读的是这个课程 那么他读的所有的课都是跟Ib相关的 他不会说是去读就是 然后普通的学生是不可能进入到这个班里面去的 然后是下面呢 就是我会就是挑选了这几个教育局 像多伦多的教育局 然后约克区教育局和约克区天主教教育局 这些学校这些教育局的话是 目前我们大多地区主要设立 Ib课程的一个教育局 那么他们有哪些学校是具体设立这些Ib课程的呢 像像我们的多伦多教育局 他也主要是有五所学校设立的这个Ib的课程 像Mornack Park CI 然后Parkdale CI 然后那个Sir Willfield Laurier CI And Victoria Park CI和那个Western CI 那么他们其中有一些是在Downtown 有一些是在Scarborough 有一些是在North York 或者是York地区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就地区呢 因为有一些地方的学校 比如说像杜兰区他们教育局的话 他们可能就是提供的那个Ib的课程 去年我看他们有提供 但是今年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发出消息 所以说有一部分的学生是去考了 Sir Willfield Laurier这个学校的Ib 然后呢 我们的约克区教育局 这个就是大家都应该都知道的 像比如说Alexander Major McKenzie High School 或者是G.W.William Secondary School Maple High 然后Millican Mills和Bayville 是最老牌的Ib学校 然后像 而且有很多的孩子 他们就是希望考Ib的话 他们主要是希望考的是 一个是St. Robert的Ib 还有一个就是Bayville Secondary的Ib 那么像天主教教育局的话 他还有另外的两所学校 是Father Michael McGivney 和那个Cardinal Carter 这两个所学校 也是会提供Ib的学 就是课程的 而且据我们所知 就是说像Father Michael 像那个Cardinal Carter 这个学校的学区 和St. Robert的学区 他们是有重叠的 所以有的孩子 他可能考的是St. Robert的 就是Ib 但是后来他收到的录取信 却是从Cardinal Carter 这个学校发出来的 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 就是知道一下 然后第二个就是 Ib的学校是按区划分录取的吗 像多伦多教育局 还有多伦多天主教教育局 他们是可以跨区录取的 也就是说 也是孩子不在这个学校 他的Home School 不是这个学校 他也可以去报考 比如说St. Robert 或者是说 比如说那个 Victoria Park CI 这两所学校 不是这两所 就是这里面的那个Ib学校 但是那个约克区公立教育局的话 他所有的学校都是不允许跨区录取的 他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网站 你可以在网站上面查自己的地址 输入自己的地址之后 你就会看到自己所属的Ib School 是哪一所Ib School 他是不允许跨区录取的 也就是说有些孩子 他可能他希望他不是Bayville Secondary School的Boundary的 他需要去考Bayville Secondary School的话 那么他会就是说 他需要把自己的地址改到这个Boundary才能行 然后这个是我列出来的几个 几个学校的一个Boundary 您可以看一下您的所在的区域 这个是天主教教育局 约克区天主教教育局的那个Ib School 这个是St. Robert的那个校区的一个区域 他北边是到16阶 南边是到Steals 然后东边的话 他是到404 海外404 西边他是到Yang 基本上他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如果说你超过这个区域 你想要去报考这个St. Robert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有一个多出来的步骤 就是需要填一张表 那这个是Father Michael McGivney的 他是主要区域是在14阶和Highway 7 就是Steals到 然后到407这一块 然后从404到11阶这一块 他的主要范围都是这个范围 如果说有孩子可以是住在这个学校的话 他他主要就是考的是Father Michael McGivney 然后像Cardinal Carter的话 就像我说的 就是说他会和St. Robert有一个重叠的区域 但是呢 这个区域的话 就是说 其实就是也不是特别的大 他主要是北边的一些区域 所以说一般来说 我们的孩子的话 考这个学校 暂时还是比较少的 但是有 像我们YRDSB的话 OK 我们YRDSB的话是有一个 OK 是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地图的 那么这个地图的话 你可以在YRDSB的官网上面可以找得到 然后如果说 没有 OK 如果说感兴趣的人的话 就是想要看一下自己的那个地址 是不是在这个YRDSB相关的学区里 以内的话 可以就是说 可以来找我们 我们可以的 就是说给您做一个 查询 这个YRDSB的话 它主要是五所学校 那么有些有些家长 他就会问了 就是说 那我们家到底是不是这所学校的呢 像Bayview Secondary 它主要区域的话 就是在16街以北 和 和Algely Mills 以南 而且它的区域是最小的 因为这个 这个学校以前 它的IB是 因为以前那个YRDSB 就这一所学校是IB 所以说有很多的家长 都会报这所学校的IB 它也是YRDSB 最老牌的一个IB学校 但是它现在 它的招生区域是比较小的 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所以它原来 它的那个考IB的一个竞争压力 会比较大 现在的压力 就是稍微来说 会比较小一些 然后像 其他的学校的话 像Alexandre Major McKenzie 一般如果说你住在 Song Hill 或者是说 住在阳街的以东的话 以西的话 是在 是Alexandre Major McKenzie的 像Millican Mills的话 基本是在 404以东这一块区域的 然后IB课程的申请 有哪些要求 需要哪些材料呢 首先呢 我们如一般来说 这个是一个总的 所有的学校都会要求的 一个材料 但是我们会单列出来 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 比如说申请YRDSB的学校 IB学校的话 需要有约克区教育 公立教育局辖区区内的住址 住址 然后他如果所有的学校 现在都是在网上注册 像YRDSB的孩子的话 一般来说都是在这个 AdB这个platform上面进行注册 注册完成之后 就是很快的 然后需要在读的学校的 核心科目老师 也就是他的core teacher 出具一个推荐表 当然这个推荐表的话 一般来说不需要学生去 去单独的去找老师要 但是学生一般如果说是 因为就是一旦你 在这个网上申请上面 填了这个表 就教育局会直接去找 你的core teacher去要 但是我们的推荐 一般会推荐我们的学生 提前跟他的core teacher 做一个商量 就告诉他 我们马上要去考IB了 那么就是他们的老师 就会知道 那我可能就会收到这个表 我需要怎么去填 他们老师他自己 会有心理有数的 然后注册当天是需要提供 核心老师的电子邮箱 有电子邮箱联系方式 具体形式是由教师 填写申请包里面的推荐表 当然这一项 有些学校是不需要的 然后完成IB入学测试 就是这个admission assessment 这个admission assessment的话 一般来说都会是在每年的11月份进行 11月中旬 当然也有像TDSB的话 他的每个学校的测试时间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是在第二年的1月份进行的 但是大部分的测试都是在每年的11月份进行的 然后再就是七年级的完整成绩单 包括英语数学 科学法语地理历史的成绩 还需要提供最新的八年级的成绩单 这个也不是家长 就是直接去找学校要的 这个也是教育局之间就是他们会找学校要的 一般来说申请IB预备班的孩子 七年级的平均分最好我们推荐是达到85分以上 会有比较大的几率录取 尤其是像YRDSB的孩子 他们这个就是说像约克区教育局 他们是比较注重孩子的平时成绩的 如果说孩子的平均成绩会比较高的话 他会有更多的优势 然后再就是申请费 一般来说是35块钱到45块钱 这个不可就是不能退 那么注意就是每个学校每年 可能是会对申请的要求有一些变化 一切以各学校具体的安排为准 这里我需要说一下的就是 像比如说比如说去年 我们是在线上进行申请的 那么线上进行申请的话 有一些东西是由我们自己提供的 比如说家庭住址 然后那个电话这些的 但是像孩子的平均分的话 这些全都是由学校来进行的 所以说孩子就是说家长不需要 就是太太多过的担心 而且我们是在各个学校 在他的考试之前 也就是说每年的10月份 会有一个open house 那么这个open house的话 会具体的介绍这个学校 今年他们需要哪些材料进行申请 但是因为我们看去年 他们所有的都是进行在网上进行了 那么今年我们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也是会在所有的事情 都是在网上进行的 那么我们再谈一下就是什么是IB的入学测试呢 这个IB的入学测试一般都是八年级初的时候开始报名 也就是说每年大概9月5号到9月10号的时候 去年比较特殊 去年是在10月份才报才出的新的政策 就报名的政策 但是一般来说是在每年的9月5号到9月10号 各个教育局就会出他们的一个时间表 时间表里面就会告诉你哪些时间就是他开始进行IB的入学测试 就开始进行IB的入学测试了 一般来说会在他的open house以后 各个学校的open house以后 然后他们的结束日期一般会在1到就是11月初左右 他们就是截止你的报名了 所以说家长如果说比较忧虑就是说错过报名的话 大概要比较注意这个时间多去查一下教育局的网站 然后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应该提前和相关的老师 学校的老师去进行咨询 参加各个学校主持的IB咨询会 一般都是在10月初并填写相关材料表格 然后IB的入学测试一般是每年的11月到1月这个时间进行 由各个学校自主出题 最终由IB的相关人员或者是学校的相关人员进行筛选和录取 一般录取的情况在当年的12月份 或者是来年的2月份进行公布 因为各个学校出题 所以考察的范围和难度 还有方式各个学校均有不同 但是呢我们根据每个教育局的不同 我们做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归纳 那么就是说IB的入学考是具体考什么 像YRDSB他从2017年还是18年进行改革之后 他的所有的音就是测试都是取消了 但是他仍然保留了一个英文写作的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如果你之前问的什么法语啦数学呀 在YRDSB这个范围内 也就是约克区公立教育局的这个范围内的所有学校 他是不考 他主他为什么不考呢 因为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的平时成绩上面了 也就是说孩子的平时成绩会在他那里排个1234567 那么他们从上网下数 然后这个英文写作的问题 他的招生标准主要是 第一个是他的平时的成绩 第二个就是他这一次测试的时候英文写作的问题 具体有哪些问题呢 反正我们之前遇到过有什么 为什么IB考试对你比较适合 IB考试能帮你做什么 或者是还有一些比较creative writing 比如说你的飞机降落到一个荒岛上了 然后你应该怎么做 大概这这这种类型的问题 也就是很天马行空的 去年的测试的话 他是在网上面进行的 他是给了孩子们一天的时间去写这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一定是三个 然后这三个问题的话 很多的孩子就是说有点挖不到 捉不到头脑 这个就是需要提前的去准备 再就是 就是YCDSB 也就是说天主教教育局 也就是所在的Saint Robert 这个学校和那个Father Michael McGivney 这些学校的一个教育局 他们考察的是英语数学的单选题 他们的考察时间一般是三个小时 但是这三个小时以内 他会测试英语和数学各50道单选题 而且他的难度的话 每年都不是特别一样 有的时候会特别的简单 但是简单的时候 有些家长也不能说太过放松 因为简单的时候 很多孩子就容易犯粗心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看谁粗心的少了 那难的时候也有情况 就是说有些孩子他做不完这些题 所以说就是 他前两年基本上都是简单的题 所以今年吧 有可能是会出难题 但难题一般还更容易考一些 所以说 他的考察的范围 一般来说是在八年级结束的一个范围 也就是说孩子必须要 尤其是数学 英语的话 其实你七年级八年级学的东西 都差不太多的 但是数学这一块 很多的孩子 他可能没有学到八年级下学期的这个水平 那么他就需要 就是再去加把劲了 他们所有的考题都是单选题 而且去年他就是线上考的这个单选题 他的范围就是 他的难度有点像 他前几年的难度有点像高思考试 滑铁卢竞赛的高思考试的 part A和part B的部分 但是他也偶尔会出一些比较难的题 所以说家长们可以参考这个 然后第三个TDSB 前年和前年以前 去年以前我们都是 就是TDSB都是首先看孩子的成绩 然后他会有一个考试 这个考试就考英文和数学 他也不考 他的难度要比YCDSB 也就是Saint Robert 他们的考试的难度要低 但是呢 就是他要求所有的孩子 他的那个如果说你要报考IB 他的成绩不能低于A 应该是不能低于A减的 所以说去年的话 因为疫情原因 他们就取消了所有的考试了 但是呢 就是他要就是他给的出来的要求 就是说你必须这个孩子 你可以交你的申请表 所有孩子都能可以交申请表 但是交完这个申请表之后 他会先筛选 也就是说他会从上到下进行一个筛选 然后筛选完了之后 用乐透的形式 也就摇号的形式吧 就是把孩子们的那个名字摇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TDSB的话 目前是没有任何测试的 当然今年可能会改 也可能不会改 这个TDSB是今年我们最不确定的 基本上前两前两个教育局 我们还是比较确定 他们他们的考试的形式的 因为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 然后呢 等一会 应该讲完了 然后我就介绍一下 我们的IB入学测试英语和数学的一个准备班 我们主要是 我们这个准备班主要是一个冲刺阶段了 因为我们前期的所有的课程都已经上完了 那么就是说 如果孩子有感兴趣的话 他们会 从就是从 September 7号 就9月7号这个时候 这一周开始 10次课 然后一共是15小时 每次是1.5个小时 然后 大概是5人每组 然后进行10次的摸底考试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摸底考试 我们都是仿造的是 YRDSB和 YCDSB的考试模式 来给孩子们进行考试 然后 就是以一个刷题的形式 那么就是不同的验证 就是说以刷题的形式来看一下孩子 他缺哪一些部分 然后我们再进行着重的讲解 这个的话 就是如果有感兴趣的 可以到时候扫我们的微信二维码 跟我们咨询 然后之后的话 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课程 如果感兴趣的 家长也可以来给我们一些咨询 那我这边就不多说了 这些是我们之前一些学生 他们上了就是IB之后 给我们发的信息 然后 这里我就是要强调一下的 就是所有的内容 军事雅典娜教育历年经验所得 一切都还是要以各大教育局 发布的官方信息为主 然后我这边分享的 基本上 虽然说只有三个教育局 但是 如果说你在安省范围内的话 基本上他们的考察范围 也不会 不会超过这三个教育局的范围了 所以说 如果说你们教育 你们所在的区域的教育局的IB考试是有IB考试的范围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参考我之前说过的这些内容 然后接下来就是提问时间了 我知道这时间就过得有点快 但是我可以就是进行提问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尽情的在那个 要么就是说举手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来问我 大老师 您再仔细讲一下就是 IB的这个课程的这个比AP课程的这个 这个这个优势在哪里 好吧 就区别或者区别 还有就是适合什么样的孩子 就什么样的孩子适合上IB 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上IB的是吧 对对对 首先AP的课程是Advanced Placement 那这个课程的话 它也是需要进行考试的 那么这个考试的话 它是有一个 但是呢 它并不是说它 就是说你参 如果说你没有考到这个AP的课程 你以后就不能上AP的课程了 不是这样子的 它的普通的学生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和或者是通过自己的一个 平时的学习比较优秀 那么通过老师的推荐进入到AP的课程里面去 IB和AP的课程虽然说都是 嗯 一个大学一个准备一个课程 但是IB的课程 第一 它的范围的话 它因为它的 它是从 那个它欧洲对于IB的 呃接受范围会更广一些 像比如说英国 法国 这些这些国家 它如果说孩子希望到这些国家去学习的话 呃 那么它进入到IB会更有优势 AP的话反而在那一块不是特别的 呃 不是特别的popular 那么IB的学习呃 另外就是说如果说是IB的课程和AP的课程的话 他们到了最后 嗯 像比如说他IB更注重的是孩子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培养 那么AP的话呃 如果说孩子的他也更注重孩子的一些个个体的一个兴趣的一个培养 比如说孩子更有兴趣的是呃 他在这个数学方面更有兴趣 那么他的数学的成绩非常好呃 那么他也是可以去参加这个专门的AP的数学的课程的呃 然后这就是AP他如果说是报考美国的藤校或者是因为AP这个系统 他本来就是从美国这边传过来的 所以说他如果说是进去到美国的一些去报考美国的一些学校的话 他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呃 虽然说IB的课程如果孩子是在IB的课程里面 他希望希望也去考美国藤校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但是更popular的去美国的一些课程 他就是AP课程 嗯 还有什么 嗯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再就是呃什么样的孩子适合IB课程呢 呃我们因为我们送了这么多的学生从2016年一直到现在我们每一年都在送学生进IB的program里面 呃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说呃有各种各样的孩子其实都考进去了IB 但是真正的我觉得比较适合的 是那样就是说比较有学习的主动性的一些孩子能管理 而且呃我们希望就是说孩子在进入IB课程之前不管你是之前的一个学习习惯是怎么样子的 但是之后的话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 因为就是而且不是说家长帮他安排是必须孩子自己能去安排自己的时间的 因为为什么就是IB课程到了后期他的作业是非常多的 而且孩子们的压力也是很大因为他们必须要拿到呃就哪怕是九年级和十年级 像我知道的Saint Roberts的他的呃他的孩子就是他的成绩不能低于一个范围 如果低于这个范围他可能就直接从IB的program里面出去了去读regular program了 但是如果说是呃呃有而且也有很多的孩子因为IB的作业的问题去放弃了IB的学习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都是无论孩子是以什么样的目的进入到IB的 但是我们都是进推荐孩子去参加一下这样子的考试 因为这是他们在高中之前一个可能是一个最合适去检验他和他的就他的学习的一个机会 就是虽然说就是测试的结果嗯不是说以分数的形式发下来 但是他有一个这样子的氛围因为他们上了高中之后 他们要面临的也是各个去就是各呃就是说其他的学生在一起呃去进行考试 但是他们这是在他们在呃那个小学初中他们没有经历过的 所以我我还是就是说推荐所有的孩子可以去参加一下这个考试 无论考没考上或者无论是考上了他们不上也是可以去参加一下的 嗯然后再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孩子有一个提前去预备 他所学习的一个精神呃像我们现在有11年级和12年级的IB的学生 他可能10年级的时候他就把12年级的CAM和12年级的Bio提前的去预习了 那么这对于他以后去学习Bio和CAM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他是会有一个提前的去规划自己学习的一个一个呃一个行为的 然后呃基本上就是呃最最明显的最突出的两个方向就是这这两个 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些别的呃我暂时还不是太能想得起来 但是呃就是基本上最突出的就是这两个特性了 谢谢夏老师呃夏老师那个聊天室里头有很多的问题呃你能看到吗 呃我能看到那我先看一下看首先呃学生在读AB省的IB课程 11年级转学到多伦多IB课程可以接受转学的因为它是一个国际呃国际的标准 所以说你的IB课程就可以在IB的范围内进行转学的没有问题 这个具体的话就看你转到哪个学校 然后去跟这个学校的招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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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去联系 他们会给你进行转学的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学校没有IB课程可以单独去哪报考吗 嗯 这个这个是 学校没有IB课程可以单独去哪报考吗 这个我不是太明白这个问题 基本上都是从嗯高中的11年级和12年级开始的 而且这个高中的11年级12年级都是要从8年级进行高考报考的呃有些读私校的倒是不需要去进行报考有些就是他们直接以靠私校的标准进去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是去了公立的IB的话 基本上都是要进行报名的特别的报名的 请问一个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几个学校的IB课程啊 这个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我们经常就是问到的 嗯 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你是报考的不同的教育局你每个教育局是能报考一所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去报考贝ville secondary school 他是在多伦多公立教育局然后你还可以再去报考一个 Saint Robert他是在呃多伦多天主教教育局这两个是不冲突的你可以两个报报完了之后我们也有去年有学生就是两个都考上了那么他就去选他自己要要去哪一所 然后呃 什么样的OK这个已经从国内来的孩子可以报IB吗嗯不能就是呃都首先啊就是第一就是从国内来的孩子可以报 所以从国内来的孩子他分两种一种是avisa student就是他是留学生身份还有一种的话是呃那个呃还有一种他是那个移民身份的那么移民身份你是可以报考的你是有这个资质报考的没有问题但是一般来说嗯如果说孩子超过四年级了他来到来到多伦多因为他的法语学习 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说他的法语的那个就是如果说他一旦进入到IB嗯IB的课程对于法语来说还是要求比较高的如果说是孩子跟不上他也有可能就是说他进就是学校会考虑到这个原因就是不去录取这个孩子进入到IB Program里面呃麻烦再发一下课程时间和收费这个您可以就是先扫一下我们微信然后一会儿我可以给您发过来呃或者待会儿我我再倒回去您可以看一下 然后之后的我看到安州呃这个家长一直在举手要不我们先让他问一下可以看着你把那个麦打开能打开吗自己打开啊好哎你好老师我问我问一下小学三年级是不是有一个什么考试啊 Gifted的吗我不懂啊我们在那个约课的就在那个Univill 呃应该是Gifted的你说的是这个这个这个Program这个和IB课程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呃Gifted的话它一般是三年级进行考但IB考试的话都是在八年级进行啊那你我我想问一下那个Gifted 这考试的你们有没有班可以辅导啊那些啊这个没有啊这个没有一般来说就是Gifted的的话呃他好像是要进行这个我我具体不是特别的清楚Gifted的他的报名考试但是我我跟我之前我们那个同事去聊的时候他说就是说Gifted的他是要有一个智商测试的是在对对特定的医生里面那边进行的那这个医生的这个智商测试的就是要有一个智商测试的就是要有一个智商测试的就是要有一个智商测试的是在对对特定的医生里面那边进行的 然后室示的话他有大概他有他有的它有一个题库呃嗯 额额君是不是都同考的不需要 申请啊什么 杨 Julia 你这样吧 呃评项上的二维码 然后再私聊啊好吧 然后让我们肖老师接着回答问题 拜拜 说如果之前读的是私校 成绩是自己交给IB学校吗 还是报名之后IB学校自己去私校调 那因为私校和公立学校 他的那个他所在的那个区不太一样 所以说就是他所在的教育局不太一样 有些有些时候是教育局会需要孩子 自己去调私校的成绩单的 但是像比如说有一些学校 他是不用的 就是有一些学校 他是不需要你自己去调成绩单的 我知道的是去年我们有孩子 好像是从那个RHMS上的时候 他是没有自己去调成绩单的 他是直接就是教育局调的 然后请问是否必要小学开始IB课程 有私校提供 这个就得看 这个就得看家长们 对于这个IB的那个了解了 首先 首先你就是说孩子如果说是读IB学校的话 IB的一个理念是我们要培养一个 有国际视野的孩子 那么如果说 如果说你只是为了一个学业的一个高低去说 我我要去开始IB课程 私校首先他的教学质量要比功效好 尤其是小学 就是可能出高中不一样 但是小学的话 私校的那个教学质量一般都会要比功效要好 然后如果说你想去的这个私校 他提供的是IB课程的话 那是可以去参加的 因为可以帮助孩子提高一个更好的一个视野 但是你要是说就学术上面来说的话 其实真的没有办法比 就是你能上私校 当然就就是要比功效要好一些 因为他的学术方面的话 确实一个老师带那么点的学生 他们就是会有更关注 而且更负责任一些 所以跟IB没有没有关系 但是跟私校有关系 每个学校有偏重课程吗 比如说哪个学校偏数学体育 还是IB学习课程学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内容 每个学校有自己的特色的内容 像比如说我知道的St. Robert 他有两个stream 一个是artstream 一个是sciencestream 那么他artstream 但是虽然说是arts和sciencestream 但是他们其实两个是可以互通的 而且有一些学校是可以提供 比如说IB中文 但是有一些学校是提供不了的 这就为什么有很多的家长 就是希望去报考 St. Robert或者是希望去报考那个 像那个Bayville Secondary 主要是因为像Bayville Secondary School和St. Robert 他能提供更多的第一个club 第二个就是他的一些特色课程在里面 所以说他而且他比较成熟 所以有很多的家长是希望考这两个学校的 但不是说新兴的IB学校不好像什么 Alexander Major McKenzie 他们学的东西和教学质量 到最后他们的评价标准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的评价标准是一模一样的 所有的IB的学生 他们到最后都是要经过国际标准的评价的 他们不是说有老师来评价这个东西的 所以说到最后他们出来的成果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就是说跟各个学校他所提供的特色的课程 比如说有些学校还提供西班牙语 IB的一些课程有关系 法语是必修课程吗 是的 然后请问IB的第二外语一定是法语 还是有其他语言语种呢 有其他语种像西班牙语和中文 我之前提过的还有韩语和日语 但是具体得看这个学校提不提供这个课程了 报考IB不考法语 报考的IB不考法语 但IB的第二外语选择中文可以吗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有第二外语选中文的case 基本上不是选法语 就是选西班牙语 必须要学习法语吗 就是在目前我看到的像比如说 约克区教育局或者是说多伦多教育局 基本上就是孩子选择不太多 法语可能是他必选的 可能或者是说比较简单的一个选项了 然后数学参考高斯 英语参考什么呢 英语的话 因为英语 您说的这个肯定是Saint Robert的这个考试了 几年级开始准备比较充分 一般来说我认为孩子在七年级下半学期准备是最充分的 他不需要太早也不需要太晚 他在七年级下半学期进行准备 把后续的一些课程去学完了之后 他的准备会比较充裕 他的时间会比较充裕 像比如说现在如果说孩子还没有开始学八年级的数学 或者是八年级的英语的一个写作的话 他会比较吃亏 那就是说 英语参考什么 对英语参考什么 英语 说实话 就是 如果说家长就是之前参加过CAT考试 CAT4这个考试的话 他会比较有优势 因为Saint Robert就考这个就考CAT4 他不会考其他的 他就是考CAT4 但是没有什么具体参考 因为现在也没有什么英语考试比较出名的可以参考 但是可以去刷一刷题 一些就是说可以去找一些题目 比如说就网上的八年级的英语的一些题目去刷一下 会比较好 再就是那就说 再就是像比如说SSAT啦 CAT啦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就是网上面比较好的一些网站里面给出的一些阅读和单词 还有语法的题目是他最重视的 CAT CAT 嗯 然后就是 那就是说可以约克区考一次多伦多教育局考呀 考一次考参加两次 是的 但是多伦多教育局不是考试 他是乐透 他是抽 他是抽奖 所以说你可能就考一个约克区的考一次了 然后可以问一下数学考试有什么刷什么题可以有帮助吗 数学考试的话刷题的话一般来说 嗯 你可以刷八年级的题 您就是去找一些网站上面就是给出的八年级的题 尤其是单选题可以多去刷一下 嗯 主要比如说有Algebra 还有Geometry这两块会比较重视一点 嗯 我觉得我好像把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完了 然后Andrew你还有问题是吗 没有了 他可能 如果有问题 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开麦直接问好吧 嗯 对 然后肖老师你把你的那个课程的那个优惠 再再秀一下 OKOK稍等 然后之后你发给我 然后到时候我再发到群里头好吧 没有问题 这个是我们 呃我们的这个IB的准备班的话 呃老师的话是由我们就是参加过多年的IB备考的老师 去Alice老师进行讲解的 然后还有Jim老师这两个老师进行讲解的 而且就是说呃我们刷的这个题目有这十套题目里面有几套是比较难的 有几套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我们如果说孩子参加我们的这个测试的话我们希望每一套都会就是孩子都要就是得到重视就把它当做一个考试去做啊 Jaden你有什么问题 他有一个老师你好就是您您说就是呃IBIB课程等于是就是九年级开始考是吗 然后十年八年级开始考八年级考九年级上啊 对八年级考九年级上进入到preIB课程 然后上了两年之后他如果说成绩是达到了要求是进继续进入到IB的十一年级十二年级正式的IB课程进行学习 然后如果说孩子要进进入到IB课程的话 他是要教一个就是说因为安省的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说他要进入到IB学校的话 他就是最后的两年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是要各交一千五百块钱的学费的 嗯Michelle 哎您好我想问一下他们那个IB program对那个本身是法语教育局的学生 嗯有什么就是录取限制吗 嗯没有是一样的录取 一样的录取的就是一个流程 而且他们也有专门的IB的法语的学生去就去读的课程 所以说您不用担心 那如果就是孩子他不想读IB的法语 可能就想走那个IB的英语的课程可以吗 呃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他就是按照正常的申请流程去进去就行了 但是我就是一般法语学校的孩子 他如果进入到英语的课程的话 他英文必须要非常好才行 OK就是说一样他要通过那些考试才可以对吧 对 OK好的谢谢您 嗯 Michelle是已经已经问过了是吧 然后问了 对 Jane说请问如果打算留在加拿大读大学 有必要读IB或AP课程吗 嗯 如果说读IB课程的话 可能对于他的以后的进入到大学 呃 学习会更有好处一些 就尤其是大一的学习 有很多的孩子他会比较 呃难以适应 但是如果说有IB的做铺垫的话 会比就是没有IB的要好 而且嗯 IB的学生进入到大学的话 基本上他们的成绩也是会非常优异的 所以说进入到IB 再进入到大学 有大学会更喜欢 更喜欢一些IB的学生 请问 或IB或AP的学生 刚刚说错 然后请问没有法语基础的孩子 法语需要提前学习吗 嗯 如果说你都符合了上面我说的所有的资质 就比如说孩子他是一个呃 他是加拿大的公民或者是移民的这个状态的话 那么他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虽然说考试他是不考法语 但是到进入到IB法语是他跳不过去的考 所以说最好是能提前学 当然是提前学了 可以理解为如果去欧洲读大学适合考IB 如果去美国考的读大学适合考AP 呃可以这么理解 但IB的学生同时也是可以申请美国的腾校大学的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当然你读IP的话 对于美国来说更畅通无主一些 因为美国毕竟AP这个program就是从美国出来的 哪里可以看到CAT的资料的书店 呃没有 现在我知道的网上基本上没有CAT的资料 因为CAT他只跟呃学校合作 嗯他没有跟就是说他没有 现在没有任何的题目是在外面 就是说孩子们能看到的 嗯所以我们做的参考一般来说都是 我知道我们之前有一个有一次IB考试的时候 嗯学生做过我们以前的一些题 但是这个题的话嗯这个题的话是是 但那个他基本上也是八年级的一个教材里面出来的 就是具体是哪一个阅读我已经有点记不太清了 但是当时他们说是做出来了原题 但是原题是好像是spectrum吧 这个这个反正就是这些呃读就是一些教辅书里面 可能就是说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呃 魁省的学生 您是呃米笑 您是您是魁省的学生想要报考哪里的IB呢 多人多的吗 安省的IB 需要英语水平证明吗 呃不需要 就是嗯还是那样子的成绩单加考试 呃孩子七年级了但没有学过法语 现在一年时间准备可以吗 任何时间准备都不晚 孩子任何时候准备都不晚 但是他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去追上别人了 呃既然不考试法语 为什么非要学习法语呃 那个你是说IB 学习法语吗IB学习法语是因为他要培养孩子的一个国际观 而且安省本来就是一个双语都都要学习的就算是你不学正常的IB的法语的话你就算进入到正常的公立学校的stream里面你九年级法语也是必修 所以说怎么说都是跳不过去的 那那个IB的这个法语是比普通的这个学校的就是法语要难一些对吧 对 因为你入学你普通学校的法语它其实就是一个最后你去读这个diploma 所以说老师对于你来说他会要求没有那么高 而且他有针对比如说ESL的法语或者针对本地生local的法语 但是local的法语的话很多的学校都是不齐的 就是说可能他们的老师教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对于一个只是想读一个diploma的情况下的话 那么九年级公立学校正常stream的法语的话 他们是没有什么就是太大的难度的 但是IB的法语是不一样的 IB的法语就是assume你的法语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下 才来报考我们IB的 所以说他的站的起点就会高一些 留学生有机会录入法语吗 留学生是目前就是他是不允许碰名 他不是说孩子没有就是他不够优秀 他是没有办法报名这一点 他会卡 在那个TDSB多伦多教育局require grade7和8的学生基本上是A或者A减的情况下 就是进入到IB program里面 如果低于这个的话 他可能就是不就是你可以报名申请 但是他基本上就是就是你就把你排除在外了 但是今从去年开始他是进行到乐透 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他有一个成绩限制 但是相信我那个他们一定会去审孩子的平时成绩的 如果说有就是说低于的情况的话 大可能他也是会把孩子排除在录取范围以外的 一般九年级必须要学习法语吗 对的 九年级必须要学习法语 但是这个法语的话 就是如果说你要正常进入到公立学校的那个范围内 他这个法语的话 就是说第一大学不看 第二就是呃 他就是一个必修课程 你完成了就好了 那九十五分 大复到九十分 包括本大学 他一种本有优势 Ib Program他的平均分不是以九十分来算的 他是一到七分 嗯 你如果说想要进入到Ib 在Ib里面学下来的话 你必须要拿到他的三分 然后如果说是进入到Ib 比如说想要进入到比较好的一个大学 他毕业了之后想要进入到比较好的一个大学 那么至少他的分数是在五到五到七分左右的 所以呃 如果说普通高中的孩子平均分的拿到九十五的话 其实他也是 如果你是报考的是多伦多的学校 或者是说 加拿大的学校 那没有任何说 说法就是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而且可能普通普通高中的学生 他们平均分拿的那么高 也其实挺不错的 但是如果说是报考的是呃 美国的或者是英国的或者是法国啊 这些国际学就是国外的学校的 那么这个特就是他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 约克区对于考Ib成绩单有什么要求呢 我们目前看他没有他不会说他有什么样的要求 但是如果你的成绩低的话 平均成绩的成绩低的话 嗯 他从上往下排名嘛 他就是从上 他把你的成绩从上往下排名 那么你就可能你在后面 你就在waiting list上面 就是前面他们平均成绩高的 他们就肯定直接进去了 呃 这等您还有问题吗 啊 您好 刚才你说的 您说的就是呃 就是多要是要考这个就是加拿大 在加拿大本地的话 呃 基本上他的录取都是呃 都是标准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说是你是报考的国际 就是其他的国家的学校的话 那么呃 他的那个 他的Ib和Ap的优势会更明显 嗯 那那就是说要是加拿大本地的话 也可以没有必要就是学Ib或者Ap 也可以 就是有些家长就觉得可能呃 IbIb的上课的话 他可能会有一些 怎么说呢 呃 比如说我要去Ib的话 比如说他的录取上面 呃 有一些大学会 比较喜欢Ib的学生 因为他会有一个怎么说呢 有一个那个什么 呃 有一个表 就是他会看 嗯 他那个表他会有一个膨胀系数在那里 就是像每个学校他的膨胀系数不一样 你如果说是在高中的一些私校 就是特定的一些私校里面读 他的膨胀系数比较大 那么他们大学就可能更趋向于录取那个膨胀系数比较小的 学校的学生 那么呃 而且那个如果说还比如说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孩子呃像Unionwell High School 它是一个比较压分的学校 那么你在Unionwell High School拿到的90分 和你在呃一个普通私校拿到的90分 那Unionwell High School的学生 他的膨胀系数更小 那么他就是大学会优先录取Unionwell High School的学生 那么像Ib的学生的话 他也是有一个膨胀系数在那里的 但是他膨胀系数要比其他的学校的正常Stream的孩子要更小 嗯 谢谢大家